各位同心 大家早安 外面的天氣有一點飄餘 稍微看著有惡妝的牙齊 沒有啦 開玩笑 我們天氣其實都要注意 我們說不吃材料 麵油不太飽 但是我們有壞的自然胎肌肉 這個疾患大家記得住 但是我們生活當中充滿很多的矛盾 哪有去發洩嗎 我最佩合就是說 很佩合說 我們的鄉親朋友 其實大家很不簡單 在這個生活價值觀 包括剛才我們生活在很多邏輯上 生活有很多生活的地方 大家想說 已經習慣了 我們就剛才想說 要去探討 去瞭解 木屯的地方 剛才有討論我們的化工廠 在這裡 幫大家做官僚 民燈的理性 去分解 瞭解 原來這個和這個有窗戶的地方 正在蓋上去 探討的 原因有什麼的探討 都要分解 要用什麼做基礎來分解 其實很簡單 發理 發理就是 今天我們現在來探討 你現在手中掂的這個 這個主廟 尖閣群島 這個 大家都說 釣魚台 釣魚台有什麼狀況 其實 他的整宿 萬法 整宗就是要整 萬國公法 國際法 不能說 這個地方 歷史上 五百年前 這是 對一個國家的 所以現在 這個 雖然人在面上 所以要討論 不是這樣 我們要分解 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就是 他的一個流程 由於 普通的 已經先發言 甚至 發言土地的 國家 政府 他透過法律的定署 去選擇 甚至把他的 國家的制度 甚至他的 國家的憲法 實施在這片土地 認定的時候 這個土地主権議員 就變成了 這個國家的名堂 因為 因為這個 幾歲 在我們清台灣人裡面 有 最小歲的 在拿破崙 席捲歐洲的時候 就是一百三 碰年三十 四碰年七 這就是 1830年到 40年這個年代 拿破崙席歐洲 席捲歐洲 他就帶軍隊 那 跟別的國家 跟戰爭 戰爭 那個地方都變成 拿破崙 以前是都這樣 這是以前 但是 那拿破崙 1830 1840年之後 這種的 意識 生活 慢慢的 將將 要這樣出臺 馬國王也出臺 馬國王也出臺 馬國王也是出臺 比�上 最基本的 我們每個個 最愛的 就是 這兩種問題 你不讓自己下台 齁 這兩官員你先記住 稍微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先問在座 你是台灣人的牙齒 你是台灣人請舉手 謝謝 要讓我證明你是台灣人 你要怎麼證明你是台灣人 大家是不是拿這張 拿這張牙齒 拿這一張的請舉手 沒有嗎 你沒有拿這張牙齒 這張 有拿的牙齒 有嗎 好 謝謝放下 各位看清楚 這張是什麼 陳曉玲 各位你是不是叫陳曉玲 不是啦 來 面上拿什麼 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證 國民的 中華民國國民情節 要去投票 有投票牙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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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看 他在好好跟我們說 甚至是媒體跟我們說 相由選舉款的是什麼事物 是公民 公民才可以有投票權 各位 各位 他拿國民身份證 怎麼可以去投票 有發票嗎 基本上這個地方 就是三行出差 剛才 方向師傅也都說 地方路上 英文跟中文的班 是 是 他幫助公民 台灣公民 他是台灣這個地方 不是國家 不是國家 為什麼 大家來隨便一下 阿關條友 日本帝國 跟清帝國 一般投票 在討論 市民告訴我們 都跟我們說清條 好 我們就用清條 清條跟日本戰爭 所以 日本戰爭 所以清條戰爬 台灣跟國民國 日本 這句話 對著請舉手 這句話 對著請舉手 不對著請舉手 不知道請舉手 謝謝 很不意思 都沒反應 來我問問一下 清條跟日本戰爭 清條戰爬 清條跟台灣配合 掛入日本 這句話 中的牙手 不對的請牙手 不知道哪些牙手 謝謝 大家 注意聽清楚 清條跟日本 是兩個國家的名字 對嗎 清條跟台灣配合 掛入日本 這樣 我們想看看 栽生的財產的轉移 可不可以說 我們家 譬如說 世王 王家跟林家 王家把他一母 八公頃的田 永久割讓給林家 王家跟林家 可不可以這樣子 簽七月會不會這樣簽 可不可以 一定要一個法人代表 這童年講對了 要一個法人代表 要一個法人代表 國家有國家的法人代表 那公司不是公司的法人 對不對 對不對 譬如說 王永慶 所以王永慶 他代表 現在 叫做王學 王學王做的代表 這樣有沒有觀念 也清楚 大家可以看見這個 來 釣用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嗎 關釣用在這裡 他有什麼簽條 有沒有寫清朝 有沒有寫清朝 是寫清朝 還是寫 其他的 他寫什麼 大清帝國 大皇帝 陛下 幾個 幾個人 幾個人 清朝是很多 文五百官 後宮加密 三千名 全部都叫做清朝 又包括他的八神 他的全部打起來 還有 其他什麼 什麼 職利大臣 全部打起來 這樣叫清朝 來看看 人家這裡 誰 誰做代表 五皇萬歲 萬萬歲 像最大的 一個人 對不對 一個人 好 來 大清帝國 大皇帝 立嫁基 誰 日本 要看清楚 雕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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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紀念 頭髮裡 怕他 你的世界 全世界的正常人 都要修圍 手法的社會 手法的世界 才不會有爭端 才不會爭端 我們要回歸 大家想說 世界 社會怎麼亂 很簡單 都沒有修圍 方便 鋼鐵勇素 就做運輸來支 來 台 本帝國 台皇帝 畢嫁 什麼人 人 皇帝 跟皇帝 所謙的合約 這個叫什麼 馬 條約 跟什麼 關閉 跟台語 關閉 裡面 你看 裡面 你看 下關 什麼安平 裡面 尤其第一 台語 全都 跟所有 腐朽的 各個都市 我來 馬克風 一下 報告上 平和列島 馬 關閉 這不是 簽 簽頂的 台語 你收一下 一百 九五年 四月 十七 一八九五年 四月十七號簽帝 簽帝 簽帝國派出誰做代表 簽約 簽約 簽約的代表 李洪章 跟他的 校生 李基巴 這是 大清帝國大皇帝所派的簽約代表 日本帝國 日本帝國這邊也有派代表 內閣總理大臣 伊藤柏文 跟另外一個 財產的 陸奧中光 這個 這個鈔票裡面 現在 日本國的鈔票上面都可以 剛剛那兩位 陸奧中光跟伊藤柏文 日本的下關 下關這個地方 日本的下關 下關這個地方 日本的下關 下關這個地方 日本的下關 日本叫做下關 下關 台灣的貴秀 在馬關條的開始 台灣 在馬關條的時候 他本身是什麼 本來是青帝國的殖民地 所以 冠牛 天皇 變天皇 土地 他的姓氏也是什麼 殖民地 他會開始 做 萬國公法的進行 你剛 轉讓 後續 等一下 我再跟你講 法律祭祥 暢行全都 我們 在開 開電機的時候 這些 航線 世界各國都說好了 怎麼歐白 歐 飛航區 跟 管制區 飛航區的飛機 可不可以飛到管制區去 可不可以 飛到管制區去 會發生什麼情況 要出事喔 要叫什麼 叫 還 國際的 飛航組織 也有一個工法 我們生活當中 一樣 我們開車的 黑白開 馬路 傷保 機車騎出來 沒有在看左右邊 就騎了 騎腳踏車 沒駕照 沒有行照 不用法 所以我亂騎 撞到我我最大 這都是駕駛關錯誤 這全部 這個法律館 生活當中 慢慢 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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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起來 齁 每天 恐怖的 就對了 剛才我們 副電腦 這個 頒獎師跟我們講的 就像這樣 大家 每天看 每天看 每天想 他給你管 就像這樣 這 我沒聽 我們現在說這叫什麼 關路音 關路音 跟你吹味 你現在跟地區電 看了一個火箭 那什麼火 你的火 代表你的愛情 代表你的財運 那當然 說得很重要 哪有這種事 這關路音 現在大家都接觸得到 你有聽這個 三四五 現在還留下 手機 放在 前幾階 的 音樂 音樂 自己看 個人電影院 你知道嗎 你如果拿不到的資訊 你每天這樣 浸浸浸 他要頭大 變成你的晶片 這音樂很大 尤其是在台灣 七十多年了 這掃蠻的觀念 讓大家這樣 浸浸 每天這樣 二十四點前 隨便 管 甚至學校 從小學 就告訴你 你是中國人 你要做中國人的害羞 你不是台灣 人家有什麼 無名 因為台灣 沒有 所以你要做中國人最好 現在的社會 幾十塊掃蠻 很多就是在這個地方 外地的這個人也一樣 對 你的 那些不知道法例 法例的台灣 你在外地中華民國的媒體 你看不到真實的 世界 我們媒體 他跟你說的 這個 跟屬性真實的 大家要 抱歉 懷疑 要去驗證 不是說媒體 在這裡說的都 對 我剛才有大家的分析 你看 中國人的議價 他的智商多少 三十 股的 三十的 智商三十 我想請各位在座 你今天會來小課 你的智商絕對超過三十 對不對 1.7 我們 我們 你看 五二十 來我們看 我們 這期的初一班 齊樹你稍微 1.1 代表初級班 2016年5月20號 5月20號 大事情 有什麼事情 這次 我剛才開始 給大家分析 你是不是 站在那裡 來 我也問 各位大家 我們這兩位 在 在你 東京 裡面 中間 你是不是叫總統 總統 總統 總統是正常的國家 才叫做總統 憑法美國 是不是正常的國家 是不是 什麼 因為 中國那個土地 將換出來 流浪到 什麼 他本田 台灣 建都市 他中間什麼 台北市 來 看清楚 我看你們 當時 他的政府 沒人 他自己 請做 來看清楚 一九四九年 四月二三 南京政府的 他的國旗 就去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開放軍 把他放下 放下 放下 放下之後 有 開始 流亡 為南京 得到 李宗仁 從 從南京 逃回他的故鄉 桂林 蔣介石 跑到重慶 在四世代代前 同樣有流亡的國家 在法國 法國跟比利時 流亡那裡 英國的倫敦 叫什麼 法國 流亡政府在倫敦 French London 比利時的 同樣流亡去英國的首都 倫敦 Bilish London 比利時流亡政府在倫敦 亞洲的 韓國流亡政府在哪裡 塞 Korea Shanghai 現在 最新的 大家很清楚 西藏流亡政府在哪裡 印度的達蘭莎拉 達蘭莎拉 在那個地方 請問 達蘭莎拉 西藏流亡政府在 印度 舉辦總理的選舉 請問 印度人有沒有拿達蘭莎拉的身份證去 達蘭莎拉參加總理的選舉 選出印度的總理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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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看 你先對照一下 兩個都是流亡政府 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 人的土地的其中一個地方叫達蘭莎拉 流亡在那裡 選他們的總理 印度人都沒有參加 達蘭莎拉總理的選舉 那請問 同樣的地方 在日本天皇所擁有所有權的台灣島上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市 他是台灣的首府 因為什麼 他的總督府在哪裡 是不是在台北 流亡政府在台北市 Chain is exalted government in Taipei 所以流亡在台北市 那請問 在軍事佔領地 美國的軍事佔領地 台灣島上 我們被佔領的本土台灣人 為什麼拿他流亡政府的身份證 去參加總統的選舉 有沒有發現 這個觀念上有沒有問題 這個問題點產生之後 我們用這個問題點延伸到後面 我們用法理來檢查我們過去所讀的 這一套 中華民國殖民教材 對 還是有他的問題 他的問題點到底在哪裡 要去找 你看這兩位 口口聲聲大聲講 台灣總統 來 大家眼睛睜大看 蔡英文小姐 跟陳建仁陳先生 他所拿的 當選證書上 這一面是什麼旗子啊 中華民國的 這叫海軍軍體 他的中華民國的國旗是五 五條的 那才是中華民國的國旗 這是南京政府的旗子 所以你看那這邊 南京政府的旗子 已經被丟下來了 中國合法的土地就是在中國那片土地 不是台灣澎湖 他流亡到這裡來了 他拿著他的旗子 在台灣 選他的流亡政府的總統 他是不是叫台灣總統 是不是 是不是叫台灣總統 不是 中華民國總統 當選證書 為什麼叫台灣總統 最大的問題點在這裡 台灣人最主要就是 要把被佔領地的台灣人民 把他拉進去他的框架裡面 參加他的遊戲規則 就好像路邊的香腸 煙腔打 他在那邊烤香腸 好香喔 就走過去 你忘記你口袋裡面的錢 是待會兒要幫太太去菜市場 買菜 的菜錢 你跑去煙腔打 把這些錢花光了 回去你如何面對你的家庭 煙腔打就是這一攤 這攤煙腔打 各位 你口袋裡面的錢 真的都花在這裡 大家知道嗎 雙票一票 好雙人可以拿多少 三十塊 正當拿多少 五十塊 你不花錢嗎 你要花錢 花什麼錢 你是不是有納稅 那些錢納費在這裡 中華民國 中國在1949年4月23日 開始逃亡 在1949年的12月初 才在台灣的台北市 正式開始運作流亡政府的機制 那有同學會 1945年10月25日 那時候中華民國還沒有滅亡 還沒有滅亡 對 正確 但是他那時候派來這裡 的軍隊 他什麼 有授權的喔 大家記得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沒有授權的事情 不要做 你也可以下來 小朋友在旁邊 你也可以順便跟他交 沒有授權的事情 不要做 沒有授權的東西 不要拿 就像現在 我拿著麥克風 拿著簡報器 是得到授權 我在這裡演講 拿著麥克風 拿著簡報器 我才可以在這裡跟大家演講 這樣懂意思嗎 如果沒有授權 我可不可以在這裡 不行喔 懂意思嗎 大家這個事情要了解 包括我們平常 拿東西放在桌上 放在哪裡 他的手機放包包裡面 沒有授權的情況下 可不可以去開包包 拿手機就走 這樣叫什麼行為 偷棄 大家想到一點 為什麼我提這個 授權管理很重要 授權就是從上面 把權力 使用的權力 管理的權力 授權下來 我們得到這個權力之後 才可以去做事 管理權是一樣 我這一台車 不是我的 是公司車 譬如說我今天來 開公司車來 我得到老闆的授權 我說我 文猛偶 可以開的公司車 來到這裡 我得到授權之後 才可以來這邊 一樣 我得到授權之後 才可以來這邊 一樣的道理 中華民國殖民教材 一直在告訴我們事情 日本竊拒台灣 來 那我們看一下 很有趣的一點 回頭看 日本竊拒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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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問 馬管條約 白鎖黑衣鎖 比較清澈 青帝國皇帝 跟日本 帝國的 日本天皇 簽訂合約 英雄 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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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和 給什麼 日本天皇 變成為 他的財產 要聽我 財產 在後來 千帝國的皇帝 後來 後來 他的領孫 江崎 光須皇帝 樂的 還有什麼 苦衣 甚至到後來 原世凱 孫中山 蔣介石 甚至到後來 習近平 可不可以去把 台灣 澎湖要回去 阿公 那個時代 已經把財產 給爸爸 買出去 賣掉了 因為為什麼 要請 合約 很簡單 那戰爭一定有希望有順勢 你沒有錢來過創的錢 是要拿抵押品出來 像我們在金融台幻 你來不出來 你就要拿一個設定的標的物 拿來 design 台灣偏側變成什麼 簽帝國風帝 他拿出來的 都小 都小 變台灣澎湖 它這個 它本來有的殖民地喔 只是殖民地喔 它的使用權管理權 交給日本天皇 交給他來經營 待會再跟你講 交給他之後 那後來程序 就變成天皇個人的財產 懂意思嗎 菜坑 菜坑這個地方 他本來是那個頂住的 牡蜜跟牡蜜跟牡蜜 三家輸了 我本來這菜坑也會輸有 我請客廟 這菜坑自今天開始 我請客廟 我請客廟的像這個 請客廟 我請客廟的像這個 請客廟的 我的學生 我的孫子 會去 獲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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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才購買的 還可以嗎? 不可以嗎? 因為八爪的說得很清楚 這樣有了解嗎? 這不能討回來 法理 國際條約等於 比各國的憲法還要高 還有一個重要的一點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割讓 什麼樣的性質的土地才可以割讓? 殖民地 殖民地才可以割讓 這面圖很有趣的一點 我們再回到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個 看過這個墓碑的請旅手 沒看過的請旅手 我相信大家都沒看過 它確實存在 在哪裡? 在中國的南京 有東吳 三國時代的東吳 南宋 我大概舉其中幾個 拜託中華民國 人是死掉了才有蠔 那我去過嗎? 清明檢永樂區掃墓 是不是紀念這個人 或是曾經他在這裡發生過的 我們是立個墓碑 一樣 你看上面寫的啊 公元1912年到1949年 建築哪裡? 南紀 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它的首都在哪裡? 北京 大家想一想喔 有沒有看過這一面旗幟 有沒有很熟悉 在哪裡? 國際公開場合 文一可以自由飄揚的旗幟 這一面 沒有人會去搶 也不會說 身上的旗幟 中國人會把它拔下來 就是這一面 這個五顆 五個環 還記得嗎? 敘利亞的難民 他參加奧運 奧運的單位說 這個五個圈圈 要給敘利亞難民使用 懂意思了吧? 為什麼這樣? 那一面呢? 這邊其實為什麼不能上去? 青天凡子蠻地方 我們的國家 然後拿著 然後奧運會拿金牌 披著著像神經病這樣跑來跑去 然後被人家搶 被中國人搶 然後打我什麼 有沒有 誰是合法的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確實已經建立了 什麼時候? 1949年十五日 所以這點旗幟 全世界都可以同用 這是什麼? 阿蕙奇 沒有 流氓難民 參加奧運會 使用的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 中國台北 對著請舉手 中華台北 對著請舉手 中華台北 對著請舉手 謝謝 這官僚 大家要去聊 他不是叫中華台北 也不是叫中國台北 他叫什麼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大家想看看 法國他不會講 法國什麼 英國倫敦 會不會 沒有他直接就英國 美國 他會不會 一個奧運的代表出來 叫做美國華盛頓隊 會不會 沒有啊 他直接叫美國隊 就美國 他後面會不會是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不會啊 美國沒有流亡 沒有 所以他叫美國 中國沒有流亡 沒有他叫China 他會不會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流亡政府在北京 會不會 不會 他叫中國 他的首都就是在北京 為什麼 就很奇怪 全世界 就這個 就為什麼 台灣的人去參加奧運 變成這個 為什麼我要寫China Taipei 我不能寫台灣 原因就是在這裡 去參加的隊伍 是由 美國 佔領地上面 由美國就是 授權給現在的China Taipei 以台灣authority的模式幫他管理台灣 根基在哪裡 台灣關係法 有沒有聽過 媒介 會 是嗎 昨天 我相信大家在媒體上有看到 他現在是美國在台協會的處長 OK China Taipei 要記得喔 不是中國台北 不是中華台北 他叫什麼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在 日本帝國台灣島的台北 日本 有一些人 沒有辦法管學校的地方 所以他要收款 他的內閣總理大臣 管理整個日本帝國 日本帝國的 他的 任何方士都 北海道 北海道 本周四國九州 沖縰 雄 rece bakalım 台灣 澎湖南海 這麼大的地方 天皇一個人沒有辦法管 沒有辦法 所以交給他 當時的內閣總理大臣 以成果開始 台灣什麼時候交接 交河 就像我們 拿到我們的房屋 大家各位是不是有自己的房子 想想看,包括租房子也是一樣 房東點交房子、房屋給我們的時候 是不是一個一個點交 這個電風扇 某某先生電風扇是我的 給你使用 桌子是我的 三張椅子 這樣幾張幾張點完 電視幾台、電視機幾台 就是一個一個點交 點交完之後 來正式完成交通 一樣在1895年的6月2日 第一任台灣的總督華山之際 跟親帝國李鴻章的兒子李金幫 坐著橫濱碗在台灣的外海 開始點交 台灣周遭的島嶼 一樣這樣點、點、點、點交 全部交給日本天皇 當然日本天皇也沒有辦法自己一個人出來做出來 當然不需要 因為他有優秀、強大的內閣 所以由內閣去處理就好 所以伊藤伯搭配台灣第一任首任的總督華山之際 由他到橫濱碗船上跟李金幫點交就好了 所以大家記得 確實點交完之後 再慢慢按著萬國公法的程序 首先 當然 這片台灣的土地上 台灣、日本酒 他剛才直接唱 民話這樣 沒辦法給大家看 這很粗糜 好 你要了解這個點 這個總統點 大家不要衝動說 這是台灣總統 我們的總統 NO 我們台積 五公 去圖上的表 管理、公司 他的董事長、董事會 他要選董事長出來 懂的意思嗎 我們在家裡有請中心保全 我舉例子 你很快就懂了 我們請中心保全 保護我們的家裡 結果 中心保全裡面要選 董事會要選董事長 我們這些被保護的人 跟中心保全沒有關係 只有跑去中心保全的公司 參加董事會的選舉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那有沒有 你有感覺有這樣疼的 那個官僚慢慢就變出來 有沒有 有沒有清楚了 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這三樣決定 我沒有 沒有問題 我知道 這不是我的 中華民國 國是台灣 本土他人的國家 美國的高等法院 在2009年4月7號 有五項的判決 第一 本土他人沒有國籍 第二 本土他人沒有國際社會承認的政府 第三 本土他人至今人生活在政治領域 這就是政治領域 設一個狀態 讓你搬下去 你花錢 還請他幫你走 幫你領地 沒辦法 你只要怎麼 我去找頭路 一個人做三個 人的頭路 很忙 忙的一團走 你就很疼 你就會去管這個 就很多人就不會去管這個 這就是政治領域的精神 這就是第三點 第四個 台灣 現在是什麼 美國的軍事佔領當中 台灣現在一玩出體的 米國的軍事佔領當中 第五個 美國各行政黨員要主動協助 原告 這是所有的分開 懂得意思嗎 這是五項結論 就是2009年4月7日以後 美國高等法院 巡迴法官GROB 在案件CASE 08-5078 就是08 畫一條線5078 這個案子裡面 判決裡面 得到的這五項結論 所以大家要記清楚 分組黨員有沒有國籍 沒有 美國的高等法院 聯邦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的法官 已經很清楚地告訴我們 分組黨員沒有國籍 也沒有國際社會承認的 政府 還有生活在政治裡面當中 大家想說 為什麼叫政治裡面 我每天起來 我又沒有膝蓋手臂 我也沒有求 人家把我討厭 關在裡面 還看我牙皮邊 每天每天跑跑跑跑跑 大家知道嗎 我們生活當中的壓力 導致我們每天 生活很緊張 無人家不知道在路 連長小孩要相聚的時間 跟父母對待的時間都沒有 整天的時間 二十四點鐘 二十六點鐘 甚至十八點鐘 都在這裡 都要做事 先有四十分 八天起來 準備還要關在公司打牌 有沒有 現在實在是 好人家 每天都要關在公司打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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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是國家 台灣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這裡就馬雄造妖精就給他看出來了 中華民國是不是台灣 沒有啦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到台灣的台北 不是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No 而且三五小姐他也很有趣 他以前 他曾經在媒體上公開著講 他有一本著作 他說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好笑 流亡政府 你當選 所以這個落差很大 我相信他心裡面很清楚 可是他不願意講 他都很清楚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對 他擔任的是什麼 流亡政府的總統 就這樣 某某人當選 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 達蘭莎拉的總理 他就是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某某某 他可不可以講說 在西藏流亡政府達蘭莎拉當選 我是印度總理 可不可以 我在印度島上當選總理 所以我叫印度總理 可不可以 不行 這一樣 一樣的觀念 所以 流亡政府回歸中國 正確 已經回歸了 什麼時候 F ROC跟中華人民共國和解 2010年的6月29號 不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是ECFA統一中國 是ECFA統一中國 那個官僚出來 不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是ECFA統一中國 ECFA簽訂了兩個單位 代表中國 代表中國這一方的海協會 跟代表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在台北的代表海積會 不是中華民國跟中華民國錢 所以我們這裡看電視的 不要吵 記者 所有人 他把你吵 他真的有氣息 就開始涼動 要想起來了 不痛 冷靜下來 我們今天記者來上 法理的副定 我們要拿法理出來 去對焦 像我們每天再起 起床 是一個頭上很軟的 面 還有腳垃圾 像我們入水器 同樣照片 口水槍 同樣 我們法理就像這面 驚人一樣 照 在這裡了解 什麼是真實的面目 竟然扛起來這個面具 小哥在扛 誰做什麼 為什麼扛在面上 我們想要扛不起來 扛不起來的圓圓在哪裡 因為我們用感情 所以這個麵扛一直扛起來 不會扛起來 普遍的關係 就是說 台灣無中華民國 李王政府會死 有這個官僚 所以不完全討論 甚至跟這面 清天白日問地方的記 因為這就是代表台語 所以問題點 問題點是 就是在這裡 跑到不出來 因為對我們的人性 我們自己本身 我們的來源 不清楚 要說 你這個實驗 對我來的 他來的時候 他跟我們說 我們要說 沒辦法去了解 沒辦法了解 只會聽他 因為你會認為說 上次記得講的對 教科書講的都對 這個背景之下 你產生一個錯誤認知之後 你會沒辦法判斷 然後之後 對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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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這條路線 不對 來 選誰了 各位知道 來看這 議民政是要怎樣 中華民國第十四任總統 副總統 宣誓就職典禮 合法的名稱 不過這個中華民國 後面少了很多字 Change Taipei 他效忠的 他宣誓所效忠的是什麼 根基點在哪裡 就是中華民國憲法 就是由他們的大法官 在旁邊監督 你必須對著中華民國憲法 宣誓效忠 你才可以當他們的 所謂的總統 流亡政府的總統 對不對 效忠 好 他可不可以在中華民國體制之內 主張台灣獨立 把中華民國推下台 可不可以 就像我現在的根基 站在講台上面 我主張把講台掀掉 我會發生什麼情況 是不是會跌倒 真是受傷 對不對 一樣 他的根基點是中華民國 這一套的 憲法 但是憲法 他的條文裡面 有沒有講到台灣 澎湖的主權 有沒有 沒有 完全沒有 各位可以 在座你可以繼續看 中華民國憲法裡面 從來裡面沒有台灣的 有關主權的條文 監視了誰 賴浩宇 有沒有 司法 他們的司法院長 就是負責監督他的根本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 大家要記得 不管是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民進黨 中華民國台灣團結聯盟 中華民國時代力量 通通都是效忠什麼 中華民國憲法 台灣獨立聯盟 效忠誰 中華民國憲法 聽 定義在中華民國 這個體制裡面 這個殖民體制裡面 所有的政黨團體 通通都效忠 中華民國殖民憲法 我們同意是嗎 所以 這些 你就把當作這些 畫畫就好了 但是哪 他有辦法改變到 阿民國 沒辦法 基本上可以改革 管理 這個紅牌 我們台灣這邊有一張 USMG GGG的紅牌 最近有發生一點 一個狀況出來 這張紅色的車牌呢 被拔去 古年十二月份 十二月九號 2015年十二月九號 許天才 立保元 在行政院的質詢 因為拿到這個 這個紅色車牌 已經被拔了 好像沒有什麼告贏之類的 牌也沒拿回來 來 這裡就跟大家講 牌另外一件 這是另外一件 在台南的 他這邊牌呢 是一個 陳先生 他說陳先生你好啊 你在去年五月十六號 來申請 然後車牌 辦理情況 他裡面重點在這裡 他當時 派出所依據 大陸交通處罰條例 第十二條 第一項第三款 使用衛照 變照 蒙靈的拍照 台灣民眾的 那個USMG GGG 的牌 他說是衛照的 好 重點來了 在後面 領回 領回去了 領回來 他把他拿走 拿走 變照的車牌 他認為衛照車牌 正常來講 不會領回來 是不是被扣留 永久扣留 不會再還 當事人 那為什麼領回來 而且來道歉 加強要求援警法令的素養 什麼叫台灣民間護 各位先起來 經濟戰艦法 依據戰爭法 由美國軍事佔領地 台灣 當地的被佔領地的人民 組成SIVO GOVERN 就是台灣民政府 台灣SIVO GOVERN 依據戰爭法 正經化 那台灣民政府 上面有沒有主管當地 有 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 在哪裡 五角大廈 好 OK 桃園地方法院 檢查署 處分命令 裡面有什麼 陳先生 令揮 據點 那兩張牌領下去了 牌的一般 像是一個陳先生 還是許立法學員 他們的立法學員 許先生 你說的 牌好像沒還 那個什麼之類的 白 無限 已經可以拿 這是另外一個案件 許天才 許先生講的 他是另外一個案件 但是 這已經是什麼 正當的判例 破例 已經有破例 台灣民政府的 紅色車牌 有沒有合法 這裡已經清清楚楚 還可以繳 停車背 給各位民主都 這打一張 喵力 喵力 高小朋友 掛紅垃圾牌 記得 乖乖去繳 停車背 懂那意思嗎 為什麼要繳停車背 使用者的父背 不要在庭邊前 我阿爸 不行 要叫發力來 法理台灣人 正確數量就是 遵守法理 修法 我們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要領東西 排隊 不要插隊 插隊 插隊用來 部落 部落也蠻 所以就是說 我拿刀拿錢 我比較壞 我可以插隊 我比較大 我插隊 不要 不要 我們要歐好 我們這官員要歐好 我們可以插隊 來 我們這 這四面 其實這個背 大家看一下 橫幅 美國國旗 美國軍事政府 佔領旗 日本國旗 那代表天國 再來什麼 台灣民政府 代表旗 記得 看到旗幟 不要像東東的這個國旗 美國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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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國旗 日本國旗 台灣的政府國旗 NO 不可以這樣說 你要叫 這個橫幅裡面 跟我們兩個國家的意義 美國和日本 美國是佔領幫 中華民國也是佔領幫 記住喔 美國跟中華民國 是否同盟國 跟蔣介石是同盟國 跟蔣宋明明是同盟國 跟蔣經國是同盟國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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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佔領幫 不要勸他 勸他也證明 你有在動腦 腦筋在運轉的時候 你就會缺癢 會打課稅是正常的 但是 各位同盟你要記得 打課稅沒關係 那你回去 你如果要補課的話 你就上YouTube 上去打什麼 台灣民政府影片 打上去之後按搜尋 你就看到台灣民政府的影片 你就可以點初級班 高級班 把剛剛打課稅的內容再補回來 這樣有意思嗎 要不要錄影要不要拍照 完全不用 大家回頭去看 是不是有個攝影機 來我們回頭看 下請節目 要不要忘記 OK